强论某新闻触及你灵魂 前几天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 列出了领导干部不是一单任现职的15种情况 要求畅通干部下的渠道 做中文时政的油管大号们纷纷解读 有人认为是反习派给习近平连任制造的障碍 也有人认为是习近平借此打击政治对手 以谋求在下一任期的常委中 给自己的习家军安插更多的位置 中办的通知表明 党内一批领导干部面临对忠诚度和能力的审核 党内很多干部面临着世上还是要下的问题 尤其是很多到了离休年龄的领导干部 会否在二十大继续追求连任 尤其在五年之前修改了宪法 所以在此氛围之下 会不会各级各地的领导干部群体效仿 享有一席之地 而本身这份规定的内容 主要针对的也是党内高级别官员 但其中内容却有相互矛盾之处 并有驱除规定条例 公开黑箱化操作中共领导换阶的意思 能上能下 什么级别的领导干部 才需要遵守这样一个规定 上是不同级别的干部 上或下的标准是否一致 是不是有制度保障 另外 谁上谁下 究竟是谁说了算数 是制度说了算 还是党委集体决定 还是一个人说了算 无论怎么解读 这个规定本身的颁布 其实并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 因为此次能上能下的规定 本身就是在2015年 实行规定的基础上做出的修订 也就是说2015年这个规定 就已经出台并实行了 而此次今年颁布的 能上能下规定 与2015年的规定相比 明显的区别 或者说到底修订了什么内容 这才是值得一说的地方 从修改之处 我们也可以看出 该规定在今年这个时间点颁布 其寓意何在 2015年规定的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都对到年龄退休 任期届满有明确规定 其中第六条规定的更清楚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 任期年限 借数和最高任职年限 一般不得延长 而在今年颁布的新规定中 与到零退休 任期届满相关的条款均已消失 有媒体分析 这可能预示着 以往外界管辉中共人事变化的一些规则 不再一成不变 而是以政治需求为导向 根据时局打破常规 这是否意味着 按照最高领导人的意志来分配了呢 任期年限 借数和最高任职年限 这些词都有明确的含义 就是有个倒点下车的问题 80年代以来被视为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成果 就是最高领导人实行任期制度 任期两届 每届五年 前任总书记胡锦涛 江泽民都是倒点下车 为什么这几条现在不存在了 很简单 习近平于2018年通过修宪 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 上面几条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虽然这一规定开宗民意 推动能上能下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也有人认为这样一来也有点双刃剑的作用 反对习破坏党内规矩 霸王硬上弓的人士也可以拿他来说事 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暂行规定继续有效 习已任了两届 满了十年 年龄也到了七上八下 还是遵守党的规矩 下吧 关键的问题取决于习的连任 此刻出台能上能下的规定 有分析认为 说明党内暗涌不断 对习不满的人不少 因此 要出这个规定来压制 虽然多数观察家认为 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基本不成问题 但也有些熟悉中国正情的人不认为 已经铁板钉钉 在二十大召开之前 中共内斗会愈演愈烈 美国之音援引一位长期在中共体制内工作的 红二代圈内人士说 反习连任在红二代中间和体制内占逐流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都不支持 必须倒战下车的呼声很强烈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对美国之音表示 习今年以来在中俄结盟 坚持清零 打破台海现状等方面出境昏章 习遭遇了他执政十年来的最大挫败 习即使连任 其权势也将缩水 这些因素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共二十大快要召开的前夕 还有出台这么一个能上能下的规定 看似什么都说了 但实际上却可以双面解读 怎么说都不为过 这就是中共对外攻势的逻辑 能拿上台面展示给众人看的 一定都是可以平衡各派的义集团 同时又可以多意向解读 任何一派都可以为己所用的东西 否则中共政治就没有那么多黑箱操作空间了 台面上的都是冰山一角 私底下剑谱的光的 才是中共政治逻辑中的常态 在规定中 第四条点名关键的问题是解决能下问题 而且要求以习思想为指导来解决能下的问题 一些观察人士恍然大悟 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应不在此列 其他人盖莫能外 有评论指 原来能上能下是最高领导人手中的一把剑 让你上 你上 让你下 你下 顺我者昌 你我者下 有人认为这是在关键时刻摊牌的信号 谁反习谁下 还有分析认为 习依此来加大清党节奏 从中央到地方 换上自己的人马 继续集权和贯彻他的意志 因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这一规定 恰好在二十大召开前不到一个月推出 引起议论纷纷 在中共二十大进入倒计时之际 中办推出此规定 不免引人浮想联翩 不愿透露姓名的观察人士向香港01透露 此次二十大人士变动幅度会很大 规定的推出 或预示二十大人士风暴即将到来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